申報處的處長 好,請處長 業務處還有財產申報處 這個林委員你好 旅長好,請業務處的處長跟財產申報處的處長都列席一下 業務處的處長 這個表格 是林處長 王處長 這個表格 你知道吧 這是審計部以審計法 認為說有財務上不忠或不法效能過地的案件 抱怨核定案件 到今年七月有幾件?是不是135件? 我從你們預算書看到結錄下來的 對不對 是 審計部這個是不是經過審計部抱怨核定的案件 處長你請回答 好 是不是 是,報告會員 那總共有一百三十五件 我要問你 這一百三十五件裡面有幾件是不法的? 報告委員這裡面包括兩種東西 一個呢是十七條的不法案件 一個呢是十七條的不法案件 一個是六十九條的效能不章的案件 另外什麼叫不中? 不中不法是在審計法第十七條裡面的規定 那總共不法的有幾件嗎?到一到七月不法的有幾件? 一百三十五件裡面 呃這個數字我沒有帶過啊 不過就是大部分大概是三分之一是不法的不中不法的案件 三分之一啊? 是是 四十五件的 你怎麼才會派查十六件呢? 報告 那其他二十九件次案了嗎? 報告委員 這有些是因為機關已經自刑易處了 那所以自刑易處以後 你就不用查? 自刑易處了以後 那有沒有什麼? 官官相符咧? 對如果有有我們覺得處分易處的不批下 秘書大我要求 這有嚴重的失職 這個報委員這樣子齁 他雖然是報來是一百三十五件 但事實上有一部分審計部本身就處理要了 他是給我們報報和備查 有備查的 這派查十六件是誰派? 是業務處在去查 對不對 一百三十五件 我聽得懂嗎? 對 一百三十五件裡面 他之所以為什麼審計部要在報院? 因為他認為是他嚴重在報你們嗎? 這裡面有一部分是他是一個 他們本身的職權可以處理啦 對 就必查 必查 但是還是算在裡面的 那四十五件你不要舉個例子 四十五件 不法裡面 被查的有幾件? 這個有 委員我們可不可以事後補資料給委員? 我今天不需要事後補資料 你們都應該查查你們自己啊 調查處應該查查業務處啊 從現在開始審計部查到的這些件數 像一百年兩百八十三件你才派查七十八件 派查比例二十七點六 一百零一年到七月一百三十五件你派查比例才十六件 十一點九 我現在要求秘書長 除了審計部查完已經到你們這邊是做被查動作 其他沒有被查的案件都應該如實調查 這是他們審計部經過一個很專業的查核 不管是不法或是不忠都很嚴重啊 效能過低可能是因為判斷上的錯誤 但如果涉及不法跟不忠的話那是很嚴重的事情 你的派查比例才十一點九 事後補給我這個資料 而且民主黨我要求 我要求 從現在針對審計部尤其是不法不忠 效能過低這些案件 除了審計部已經查完做內部機關處分的 這些報監察院被查的其他非被查部都應該如實地派查 是的 好不好 业務處處長你請回 財產生報處的處長 這個林處長 林處長 這個東西 你財產生報處 看到下一頁的下一頁再下一頁 你九十七年到一百年你的查核比例是不是都是五趴 是不是處長 是的 為什麼那麼臭小都是五點零一五趴 為什麼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從 最低應該查核比例是多少 是五Percent 五Percent 所以你們都剛剛好 比較增加員工同仁的這個所謂的業務上的壓力都是五趴 最低的 什麼命令馬的要求 跟委員報告就是這個是我們年度按比例查核是五Percent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個案查核 那另外要跟委員報告是從財產生報法從八十二年公布以來到九十七年修正以後 他應申報人數從一千多個人增加到八千多個人 那我們每年每年收件的件數是將近一萬件 但是我們的人員相對來講 隨著財產生報法 處長 處長我告訴你 沒有一個機關在這邊講說他的人是夠的啦 處長 沒有一個機關告訴我們說他的公務人員是夠的 現在外界的感覺尤其像監察院裡面為什麼大家認為效能不張 你從比例的告訴人家 我們做一個假設的條件 全國各個行政機關公務人員沒有增加 但是他們效能都要被你們監察盯著打 你們剛剛在達悟本會的委員講 王院長被斷章取義 他是從科員科成科長 他在講科長 科長被你們罵行政效率低落 就叫無能 總統要背負這個歷史的罷名 那你們這個5%不是無能是什麼東西 不是行政效率低落是什麼東西 這個5%呢 是法定到要抽查的 那你個案調查還多少 一百年你三百九十件涉及個案調查的還多少 多少 國委員報除了我們 除了這個我們抽查的這個以外 其他個案的一百年有幾件 個案有五十一件 另外我們還有五十一件 還有前後年度財產異常比對 多少件兩年才五十一件 是不是 個案查核跟前後年度財產異常比對 加起來將近六十件 六十件 但是前後年度財產異常比對 六十件 兩年的財產 所以我跟委報 我們實際辦案財產申報查核的只有十五個人 因為我們還要辦理政治獻金 立衝突跟 秘書長為什麼給你比手叫你不要講了 為什麼叫你不要講了 這個話不應該在立法院裡面 那還要增加你多少人 增加監察院一倍的人力嗎 還是要增加三倍的人力 沒有一個行政機關性的人力可以增加的 你在這邊講這種話 你笑得欲說你根本就不用審 這個 都是五趴 你有什麼資格講人家 再來 我問你 你這個查核的這些建築是怎麼做的 這五趴是怎麼產生的 處長 是 各位晚報我們有一個由七位 連政委員 監察委員組成的連政委員會 我們是在連政委員會上 由監察委員在 在共用 用這個 用八千多個人給他們去勾嗎 不是就是我們隨機抽樣 用電腦去抽 隨機抽樣 我們當時就會 隨機抽樣 你這些個案抽查裡面 包括這些隨機抽樣 有沒有去問過 看第二頁 我們再看上一頁 上一頁 這是地檢署 一百年到一到十二月 有一百一千多人被起訴 一百零一年有七百多人被起訴 兩年到九月份有一千七百多人 你應該去跟地檢署 調這些被起訴人的資料 隨機抽樣 個案查 你再看看下一頁 調查局 單單調查局 調查局檢任官高階公務人員被 被移送調查被起訴的就有一百二十七人 你有去跟調查局要這些資料嗎 哪些官員檢任官被移送調查貪辱 你抽到哪些資料 跟委員報告 就是被 這些人我們會檢視說 他是不是一定是跟有 你有 你有沒有跟調查局調這些資料 如果是 你有沒有 你告訴我 我們一定有 如果要列入個案的話 我們一定會去跟調查局 提相關 去調他的相關資料 但是其實財產申報 你下去了 民主長我在這邊責 拜託你 做給人家看 你要去把當年度 廉政署調查局 地檢署起訴檢任官 你們是做十二等之等以上 把他調過來嘛 那些被起訴的人就應該去查查嘛 不要講人力不夠 這個正於社會沒辦法交代 你們在派車派什麼東西 裡面不利監察委員 是等同政務官 告訴人家說人力不夠 那就應該裁測掉啊 你們剛剛講隨機抽樣 那不認證到任何 中央聯政會報 告訴我們 排名最後一名的就是 河川殺死管理業務人員 這中央聯政會報 有一個表格裡面 哪幾個是最容易收錢的 聯政評價最低的 沒有以這個為依據 去用隨機抽樣 你把第一名跟24名的 多抽5% 這就是監察院啦 這個 庭院深深深集許啊 謝謝委員 知道我這個 這個意見啊 我們在內部上 所有法務部 法司法院的 系統的資料裡面 為什麼不拿來參考咧 為什麼把它晾在那邊咧 自己搞自己的 這個 這個這一部分是有的啦 所有水利俗 從署長以下都淪陷 十年一千億 一年一百億 是 錢就這樣浪位掉 我們的海關 徹底的淪陷 你有沒有徹底去抽查海關12支的以上的人 是 沒有啊 用隨機還敢在這邊講人力不夠 隨民主黨 回去要不要做一個徹底的檢討 這個當然要檢察院 不要自己關起來做事 是 每天的輿論攤開 你們只會檢報辦案啦 說句實在話 你們曾經什麼時候 給社會一種耳目一線的感覺 主動有積極的作為 每次我跟他報紙 欸 人家報了一個答案 媒體發現了一個答案 你們監察我叫分難辦 說句實在話這很丟臉啦 監察院如果真的立案裡面是應該在 透過你審計部的集合 透過你調查處業務的調查 下鄉的調查 提前預防啦 不是每天看到你們發信問答說哪一個委員 又分到那個案子 哪個委員又主動分案偵辦 這真的是丟臉啦 還有這些監察院幹處長的 千萬不要再講人力不夠 你到記者的派訴所警察去看看 欲缺不補 人力裡面什麼事情都做 當到高官來這邊講人力不足 這個謝謝啊